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昨天《紐約郵報》打響了十月驚奇的第一槍 揭露拜登家族的貪腐問題 而在今天他們又再繼續爆料 可以說是好戲連場 比起很多電視劇集都要更加精彩 今天《紐約郵報》的重點 披露了另外兩封電子郵件 這兩封電郵的內容 就是記載著亨特和華信集團葉簡明之間的交易協議 涉及款項是達到三千萬美元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紐約郵報》今天第一封披露的電郵 日期就是寫著2017年5月13日 這封電郵是寄給亨特的 上面寫著 說華信和亨特達成了協議 被亨特出任一家合資公司董事會的主席或副主席 而這封電郵一共是記載著有六個人的薪酬細節 當時這封電郵寫著亨特的薪酬 定了850 到底是850.000還是850.000 不知單位是甚麼 不過這封電郵的重點就是 究竟這六個人除了其中一個是亨特本人之外 另外還有甚麼人呢 其實在這封電郵裡所記載的六個人 全部都不是寫真名 而是全部用英文簡寫或代稱 紐約郵報分析 其中一個單字母H應該是亨特本人 因為他的名字Hunter 第一個字母H 另外網上有些分析說 有一個叫Jim J.I.M. 實際上是拜登的弟弟James Biden 還有一個叫亨特代為持股的壁街 這個壁街就是大人物 有分析說這個是拜登 當然現在大家都猜猜一下 都不清楚究竟裡面是牽涉哪些人 但是 亨特就有必要出來解釋清楚 如果拜登真的牽涉在這宗交易裡 那是值得向公眾披露的 好了 第二封電郵在2017年8月2日發出 這封電郵是亨特寫給另一個人 裡面寫著說他和葉簡明已經達成了一項交易協議 兩人會共同成立一家合資公司 一半股權歸亨特 成立這家公司其實是為了方便葉簡明給亨特 裡面其實說明了 說葉簡明的華信能源將會簽署一份三年的諮詢合約 華信每年就會向亨特這家公司 支付一千萬美元的酬勞 那給了這麼多錢出來 究竟是做什麼資訊呢 亨特說明了 就是for introductions alone 即是說只是幫你做介紹 那介紹什麼大人物這麼厲害 要給一千萬美元一年 還要給三年這麼多呢 或是純粹是考納明目 隨便按個名批些錢給亨特 那真是只有亨特本人才知道 最好他本人出來解釋一下這些郵件的真偽 不要經常找那些主流媒體出來 臭屎麥錦 又或者叫那些科技巨企幫忙封殺消息 拜登和亨特本人都應該出來面對這個新聞才是 沒理由閃閃縮縮縮當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這種態度就和一個民主和自由社會所擁抱的核心價值 是雙違背的 另外紐約郵報還爆了另一單的厲害 他們就提到在2017年9月簽署的一份律師聘書當中 葉簡明的下屬 這個前香港官員何志平 就同意向亨特支付100萬美元的法律顧問費用 為什麼要給他一百萬美元那麼多呢 又有了什麼咨詢呢 有什麼顧問呢 亨特認識很多東西嗎 他是學富五居 還是擁有很多高薪科技 每個人都給他花錢 還是純粹他是拜登的兒子這個身份呢 不知道大家記得當時有一篇報道 就說何志平出事之後 曾經打給拜登的弟弟James Biden求助 但是James Biden就跟記者說 沒有理由會收這些電話 他應該是打給亨特才是 當時大家看到一頭沒水 為什麼會打給亨特呢 現在大家知道什麼事情 就是這一塊的拼圖又完整了 紐約郵報的爆料就說完了 若然這些電郵真的熟實的話 其實大家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亨特和葉簡明之間的交易協議 是在拜登卸任之後才展開的 大家知道2017年的時候 特朗普就已經開始對中國不是很客氣 後來更加是掀起了中美貿易戰 在2017年的時候 亨特和葉簡明達成這個協議 收了這麼多錢 到底是不是有些人想扶植拜登上位 然後通過亨特這個途徑 來塞錢給家族呢 會不會令人有一種感覺 到底拜登現在是為誰服務的呢 難怪整天在Twitter上 甚至乎特朗普本人都曾經說過 拜登有一個花名叫China Joe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特朗普一定知道比我們更多的資料 他這樣說出這個花名 我相信是有他的根據 當然現在我們作為普通人 通過紐約郵報陸續爆料就是略之一二 而特朗普在知道所有訊息的情況下 偏偏又有口難言 我想他已經是激心激肺和搓著動氣很久了 現在好在有份紐約郵報幫他爆料 否則的話我想他真是很難頂 你想想拜登當初去拉票的時候 難怪他會覺恐到明 一旦做了總統之後 就會撤銷特朗普時期對中國所加徵的關稅 那裡是說幾千億美元的 相比起憶阿亨特那些小無見大無 所以 你這個拜登和亨特絕對有必要出來交代清楚 你出來發誓說那些東西是流的 如果是流的時候 你不應該是閃避的 有一件事令人非常反感 就是今天在拜登的答問會上 竟然是沒有任何一家主流媒體 願意或者是夠膽 向拜登提問他這些醜聞的問題 全部是三瞻其口 全部是當沒事發生 在搞自我審查 做新聞封鎖 這是不是一個自由社會 所擁抱的核心價值 請問是 你那些新聞媒體 你是要求真相 怎麼會這樣大家一起坦戶拜登 你就算是甚麼都好 這些你認為是流都好 你都應該給一個機會 拜登來辯解 而不是完全提也不提 是不是 當年你冤架特朗普通俄門的時候 都照問他 是嗎 那特朗普就照答你 他說沒有做過 但不像現在 大家當不提 臭屎密蓋沒有發生過 然後再配合那些科技巨企 社交平台 Facebook Twitter 走去禁止 紐約郵報的分享 凡親分享紐約郵報的連結 就禁止了他的帳戶 或者刪除了他的帳戶 這些哪是一個自由社會 所擁抱的價值 你當你在搞微博嗎 現在 你神經病 哪可以這樣做 現在簡直是令人擔憂 美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響起了警號 美國的主流媒體 CNN那樣 你簡直對這宗新聞不報道 當沒有發生過一樣 有些親民主黨的媒體 他們就把這宗新聞放到很後面的篇幅 總之你不揭露到尾 那張新聞紙就看不到 有些就簡短地說 這宗消息是流的 沒有確實證據的 就是這樣就算了 你應該大肆地去報道 如果你認為這宗消息是流的 你就應該寫滿整個版本 最好就是 《紐約郵報》 哪一點是流的 哪些東西是流的 就不像不想討論 當沒有發生過 你就去駁斥它 朱利亞尼在這個訪問當中說這麼多 怎麼也有多少漏洞 你就照樣寫 不寫的不說的 不提到沒有發生過的 整班都瘋了 那麼特朗普怎麼說呢 他叫科技巨企 不要再袒護拜登家族 還應該要改邪歸正 我認為在總統大選之前 都很難改變現在美國媒體的風氣 很多媒體根本上就已經是靠邊站了 你說他是不知道為了利益也好 總之 在11月3日之前 他們都不會所謂改邪歸正 幸好現在還有一個叫做互聯網 可以把真相傳遞開去 只不過有些平台不想讓你這樣做 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的話 我想他一定會在第二個任期 動這些科技巨企 就以反壟斷的形式來處理這些企業 很離譜 現在是隻手遮天 只有少數媒體可以說 甚至乎眾議院的Twitter帳戶都被禁止 不准說話的 白宮發言人的也禁止了 參議員也禁止了 你禁止了他 還用什麼說話呢 你的平台怎樣做社交 怎樣來溝通 這些完全是違反了你的本意 這些人有沒有資格批評大陸呢 所以還說什麼兩黨共識 有什麼兩黨共識可言 現在陸續爆出這些醜聞 民主黨的對話強硬 你信我那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